多顺龙凌少马冰 大少爷 鼎氏拿回来了 可凌波道长 芭城是凶多吉少 容我再想想 你又不舒服了 我 我们可是才说好的 不再逞强了 好吧 其实 我头还是有些晕 身体无力 可能是杖毒 还没有完全消散 穆姐姐 妹子 你们先走 我这就来 婆婆 她不要紧吧 这次算她命大 死不了 不过要是还敢不带 毕毒珠 在神将秘境里闲逛 铁定从头到脚死个头 那夏侯兄现在 在这儿清三四天的毒 也就差不多了 三四天 前辈 我们还有及时要赶回蜀山 夏侯兄 你中毒不浅 还是多休养几点美好 嗯 我的 木姐姐 木姐姐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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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鼎咱们已经找回来了 可是 是 要我疗毒 还敢讨价还价 婆婆 您说几天就几天 我会看好她的 这几天 让她躺着别乱动 免得毒性蔓延 这屋子里的药草味 对解毒有好处 嗯 那大少爷就交给妹子了 江兄弟 咱们走吧 李兄弟 你帮杰罗姑娘的脚 上好药了 嗯 看来李兄弟是想找江兄弟说话 我就不打扰了 李兄 何事 在龙鸣尸体旁发现的那块牌子 你也觉得熟悉 反正就是说你身世了 前面有个兄弟身上 有跟这个花腕相似的挂坠 据他说 那是崇拜赤友的部署中 传下来的故事 痴犹布竹传下来的古物 如果你对那牌子真的有特殊感觉的话 那 你和赤友可能有某种关系 你现在还想折剑山庄吗 还想当人吗 当日在前方里 和兄弟们一起过的日子很痛快 以后要怎么活是你自己的事 将来别后就好 你全都丢在家里 它都会在家里 胜出口 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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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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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不还就不还 我输不过你 不过 我那个时候 真的不知道送予是这个意思 哎呀 好浪漫啊 皇甫雄深夜到晚 这是 这些都是江城的同党 江城的同党 不错 贵徒萧长风被杀至今 已有数月 欧阳兄一向以耿直公正 闻名武林 自是不会包庇昔日挨头 但是江湖同道 对此事都极为关注 众口朔金 四大世家一向同气 他成了一同气连织 上关下后两位门主 还有一些江湖朋友 明日也当赶至折剑山庄 你 欧阳英既为武林盟主 自当变功处理 给江湖同道一个交代 这 欧阳师母有什么问题呢 我一定 不会让他有事 是什么要事 什么 你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要我一直跟着霞和江城 之前 我们到神将秘境 追寻龙明时 我曾看到一个人影 穿着与你无二 是不是你 我以为 我付的酬金 足以收买你的好奇心 你要霞和江城的消息 我会继续传给你 但是有些事情 我也有我自己的底线 很好 但不知道金钱 能够帮你完成的事情 底线 是否也同样能帮你做到 就是这样吗 什么都没做过 没说过重点 那两个 比起折剑山庄的师兄弟们 千锋里的兄弟们 和我更同仁 但师父 二小姐 我真的 能回折剑山庄吗 这种空想 出来 你又想胡言乱语什么 你在期望什么 压抑什么 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闭嘴 就算我是魔 我也是折剑山庄的弟子 是吗 我 您是魔 还是高贵的吃油血脉 人类赠你 误你 欺你 怕 闭嘴 说 自你从开封逃离之后 四大世家就借追击你为名 四处猎杀 你撒谎 四大世家 不会这样滥杀无辜 你真的坚信 欧阳应如你口中所言般 正义 今日来我只是告诉你刚才的消息 至于是真是假 由你自己判断 若此事为真 那个要为自己的愚蠢和懦弱导致同族惨死 而愧疚终生的人 可不是我呀 闭嘴 其实我很喜欢人说话这么慢 他经常通往吃油种的地图 他经常说话慢得 也不知想怎样 江小哥 龙鸣和凌波应该已经身死 江兄 这次你随我们一同上蜀山吧 这不好吧 江兄之事始终要靠蜀山派 嗯 也是 我倒觉得 这事还是谨慎点好 江兄弟 你怎么看 多谢你 蜀山 我不去了 夏侯兄 能否请你送我和立兄去千锋岭 江兄 为何突然要去千锋岭 若是你们想念那边的朋友 不妨等事情了结之后 再前往一聚 不是 夏侯兄 事情缘由我现在不能说 江兄 只差着最后一步 是啊 江小哥 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江兄 你以前一直少言 但行事了然 可自从开封一别后 我便越来越看不透你 你似乎有许多苦衷 却不肯言明 你我相交多年 如今怎会隔膜至此 你更怎么会隔膜于其 今日 若是你真有苦衷 我也不能强迫你 夏侯兄 拜托你送我们去千锋岭 我也一同拜托你 怎么不见杰罗姑娘 她不去 那可真是怪了 她在苗疆过得好好的 怪不得刚才她 她怎么了 没事 看来你们是心意已绝了 大少爷 你也别置气了 蜀山那边 咱们先去帮江兄弟 分辨就是了 好吧 夏侯兄 多谢 江小哥 厉小哥 我们办完蜀山的事 就来找你们 你们小心行事 多谢两位 乌鸦嘴 你多大了 还跟小孩子似的赌气呢 霞姑娘 我不是 一路小心 夏侯兄 这一路多谢你 快点赌气 这次能去清暮居 多谢你们 利兄弟会说这话 真是稀奇了 你们跟别的人类不大一样 真想知道他们回到山寨后的表情 什么事这么好笑 穆姐姐 我跟你说 昨晚上 原来还有这一处 我们也出发去蜀山吧 记得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说 林波道长的事呢 据实说吧 师伯 夏侯少主 我神龙顶找回来了 果然是解灵 还须 信以灵人 姐姐他 夏侯少主 你们可知 林波和龙鸣 现在何处 我们 实不相瞒 我们追到神将秘境 只发现了神龙顶 和龙鸣的尸身 神将秘境 道长见多识广 我们以前在秘境附近 遇见过龙鸣 原来如此啊 你们真的没有见到姐 林波 真的没有 灵音 铁笔 神龙顶既已追回 好 是 师伯 两位请稍等 请稍等 可两个地面 问题 只是铁笔道长和灵音道长 竟然正好在场 可否请问两位 折见山庄之事 折见山庄 我和师兄 并不曾当众认定 江城是妖魔 只是私下说了几句 那就是说 皇甫家在说谎咯 皇甫啊 妹子 她说的是 没有当众说过 那么 就是两位私底下说这话时 被皇甫家的人听见 多半如此 但当日在擂台之上 江城确实爆发出一股 非同常人的力量 这 虽然我和师妹的修为 远不如诸位师伯 可是我们两人都感觉到 江城有古怪 江城只是走火入魔而已 他在回折见山庄的路上 就曾经走火入魔 夏侯少主当真如是想 我 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夏侯少主 我等爱莫能助啊 道长 江小哥 他真的是个好人啊 三位的意思 你们认为江兄是妖魔 因而决定袖手皇冠 任由他被冤枉 被追杀吗 夏侯少爷 别冲动 嗯 你们与江兄 至多不过一面之缘 怎么能了解他的伪人 妖魔本性坚恶 伪装善良 也不是显见之事 为什么妖魔还是恶的呢 纪别江兄真是妖魔 但他自小在折见山庄长大 又怎样的被比是杀之人 他们觉得妖魔还是好人 他们觉得妖魔还是好人 就必为坚恶之徒 难道就该被人冤枉 被负杀人罪名 遭人追击 别人了 咱们好好说话 蜀山所为 不过是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荒谬 今天怎么这么老呢 三位道长 夏侯少爷也是一时情急 才口不择言 虽然好差一尾都会说话 这里好像残留了点磨气啊 嗯 施法宁兵的人 可能与妖魔有关 哎呀 真是麻烦 对方的目的是神农鼎 既然鼎已经送回三皇台严家看管 而且 和凌波失职的神情 走得很安心 嗯 傻孩子 要带她回去吗 不应该吧 唉 不知道她的心目会这样 我必须要这样呢 是不是 为什么不放一条丝在这里 原来 好 大门怎么敞开枕 血腥味 哇 肯定亮灯了 很难够 太好了 别说话 我给你疗伤 一群顺子 自己是皇甫家的人 杀死好多兄弟 还活着的都抓走了 冲雨 你老子睁开眼睛 不许死 听见没有 好吧 放上面 要死了 姐姐 你死了 舍舍舍舍舍待了 这些人 是不得了 若有用 屏住呼吸 这烟 结罗姑娘 你们想干什么 结罗姑娘 并非我们想要动手啊 立小哥 可恶的人类 都去死吧 够了 滚开 我说够了 杀了兄弟们的是黄辅家 不是他们 黄辅家 江兄 到底发生何事 黄辅家脱杀了这里的兄弟 还活着的 也都被抓走了 这帮山贼都是有情有义的 我是个没用的老大 你们放心 被抓的兄弟 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黄辅 黄辅家 本想来此抓捕江兄 却无功而返 他们带走幸存者的目的 恐怕就是要引诱江兄 前去折剑山庄救人 不错 这会儿 折剑山庄怕是已经不好套子 不错 不错 站住 你要阻我 此事有我而起 遮剑山庄 我与你一同去 你要自投罗王 江兄 那阻止你们去救人 只是希望能有个周权之策 那周权也该我 还有 江兄 我明白你顾虑我的身份 不想让我为难 但是黄辅家这次的所作所为 对 救人我们也一定要帮忙 李兄弟 江兄弟 我们是去救命 不是去送命的 你们就先听听夏侯少爷怎么说吧 好 你说 那我们这就前往折剑山庄 之后 一计行事 放心 看我的 不报此仇 事不为摩 走吧 别担心 你想得那么周权 我们一定能把人救出来的 哼 这次的事情实在是一点中多 这里到底如何被五平人士发现 而之前 江兄又为何忽然质疑要回千锋岭 是啊 江兄突然说要回千锋岭 这个位置 不过我会知道 你感觉难怪我 我让这间山庄救人要紧 只是事情到了如此地步 江兄还能再回这间山庄吗 江兄 你果然来了 要血肠的是你们 哼 大言不惨 请慢 夏侯少主 夏侯少主为何阻止 难道是说夏侯家想包庇妖魔吗 哇 是这样摆到夏侯家里 我 围起来 别让他们跑了 我既然来了 就没想过逃 马路让开 我要见师父 念在曾经的同门之义 还说什么同门之义 有本事就来试试 既然江城有话要说 那我看还是让他们进去 爹 也在这儿 可望 当众审问江城 终于夫妮可以听我一个啊 哦 江城来了 快进去禀告各位门主 那个就是杀人妖魔江城 另外几个是谁 闻起来 别让他们跑了 少主怎么会在这里 还和那个江城在一起 那个红头发的什么人 长得怪里怪气 人道也是妖魔 让开 这 怪人家 让开 哼 王府 啊 王府啊 王府去爱豆啊